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和国高中校长 以及国三导师的座谈会 主要是市长谢国良相当关心 如何让在地的国中毕业学子 留在基隆就读高中 透过面对面座谈 聆听校长和导师们的想法与建议 去台北他们觉得资源多 然后同才竞争 有得竞争 然后视野广 也就是说各校之间的串联 不止社团还有学生会 他们会觉得来到台北是一个 Wonderland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梦想的地方 就是再加上交通太方便 他这一班车就到了 但交通方面不是罪过 而是我们就是容易留到台北呀 就是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 再加上会有个明星高中的迷思 也就是说我孩子可以上建北 我绝对不会让他留在基隆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一个 很现实的面的一个问题 像我们学校我觉得 对 安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成绩可能没办法到达那里 那我是不是就会想说 那我就建议他去中山 问题是我过不去呀 我一定要到循环站才能换车过去 但我能跟家长讲说 小孩子如果在学校有状况 那你可能会比较方便过去 但这个你不觉得这里有很很那么的 然后基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不太好 这也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 小孩子就说我忘记带雨传去台北了 没关系啊 可是回到你们基隆为什么就下雨 我就不知道 对这是就是很难克服的一些问题啊 我们九年级都会办一个全市的高中职升学博览会 在我们学校的活动中心 那我们学校就是各班九年级就会安排时间下去参观 那所有的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摆设摊位 这样很棒 但是我会觉得说 时间办得有一点晚 因为他们已经九年级了 他们已经在会考了 其实他们在心中可能就已经有自己设定的目标 或许可以在更早的时候 就让七年级八年级的学生 也有机会参加高中职的升学博览会 让他们更早知道说 我们有这么棒的基隆在地的高中高职 那一般来说会有这种犹豫的 大概就是他会考成绩可能在20分到30分之间 他才会去思考说 那我到底是要留在基隆还是要去台北 那我就觉得可以做出一些比较明确的资料 就是说我们留在 留在这个基隆的孩子 他会考成绩如何 那三年后他的表现是如何 跟去台北的孩子的状况相比的话 那用这种比较明确的数据去告诉家长说 留在基隆 你的小孩子有很大的机会会比去台北 未来三年表现更好 那我觉得主要是要说服家长 老师给了一个回馈是他自己带的孩子 带的那一届 一个学生在安中 一个学生在建中 后来他们两个相遇在台大的研究所 所以其实 以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说其实要数据给家长看 对 这是我收集到的一些想法 刚刚会中真的提到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包括交通 我们是以为说在地升学 有时候是对学生的交通是节省时间的方便 可是我们刚就听到很多例子 其实在道轮方面念书的孩子 五轮国中 在定内国中 其实原来跑到基隆的几个高中去升学 对他们来说反而比台北更远 反而比瑞芳更远 那这个跟我们一路去的想象也不太一样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 硬体设备 我觉得硬体设备还是可以比较快就可以改善 那重点是 这个 有些软体 包括私资啊 环境啊 课程啊 还有一些跟 国内外大学的一个连结 就是历程 学生历程 这个反而需要更多的一些精神 不过 我觉得我大来越有个方向 我大概知道 最起码我们一定会做一些 比较大的改变 然后 不这样 没办法去争取 孩子让他在地升高中 那做了以后能不能有效果 那我们就 要来随时动态的来评估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要听听 大家的心声 然后好好去聆听之后 迷出适合的一个政策对应 希望能够有效的提升 让在地的孩子 初中毕业后 能够继续留在基隆升学升高中 市长谢国良说 感谢所有师长对基隆教育的支持和关心 市府将会整宝贵的建议来逐步推动 期待透过各界的努力 达成在地学子留在基隆就读高中的目标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